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大家有可能听说过网红花青素。 她确实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益。 今天我们将来讨论怎样才能获得她, 探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为什么要在小厚院里种一些炫酷紫色的蔬菜呢? 以及紫色蔬菜的惊人好处。 首先,让我们看看紫色花椰菜、紫包菜以及清新的紫生菜。 它们不仅仅是普通蔬菜,更是花青素的真正聚集地。 紫色花椰菜、紫包菜和紫生菜呈现的紫色, 归功于花青素中的类色素。 科学家们已经挖掘出了二十多种花青素。 而紫色花椰菜和紫包菜中含有的花青素, 堪称是其中的佼佼者。 科学大佬和营养学家们对花青素都赞不绝口, 以致认为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维护细胞健康, 延缓衰老过程。 那么,花青素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 花青素 是一种水溶性的自然色素, 存在于植物中。 它的抗氧化原理在于, 花青素结构中的风抢基和人体内的自由积分子 发生反应,生成一种半昆式的自由积, 从而减少体内的自由积, 而达到抗氧化的目的。 那什么又是自由积呢? 自由积可不是一个好东西。 是一种不成对电子的分子, 在人体内攻击健康细胞, 导致细胞和组织器官的损伤, 从而引发多种慢性疾病。 它们的产生于机体自身代谢, 不良饮食习惯, 环境因素, 涉陷, 药物等等有关。 说白了, 就是隐藏在身体内的坏分子。 当我们了解了花青素和自由积的基本知识后, 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朋友们, 如果土地有限, 请尽量选择种植紫色的蔬菜。 它们为我们的身体打造了一片花青素的庭院, 请记住哦! 想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就从种植紫色素菜开始吧!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for watching!